警察專科學校日前傳出校內疑似有網軍 一名女幹部在網路上被抹黑 提告後發現攻擊她的疑似就是校內的網巡小組 女幹部A小姐向週刊透露 網巡小組是學校2017年成立 規定如果有看到攻擊學校的負面文章 或是不當留言可以澄清糾正 但總隊長林毅正上任後就變了調 她告訴2020年有篇抱怨中隊長的社群貼文 三名網巡小組成員卻留言帶風向 說是她寫的 小姐提告後 林毅正總隊長回應三人是執行公務 還花二十四萬元公帑 替他們請律師讓他質疑總隊長包庇護航 那也經過檢察官 詹密的偵查 作為不起訴的處分 那學校因為他當事人有涉及一些 比較不好不適當的一些言論 所以學校也給予調職 還有做一些行政的處分 不過整起案件 引人疑鬥 警專的內部糾紛為何需要花二十四萬元 去找律師辯護 這都是人民的納稅錢 但更有人爆料說 網巡小組在林毅正隊長上任後 不只貨編小組還允許匿名發文 可能助長抹黑攻擊 警專則強調網巡小組有議題 才會留言回應匿名發文 也需要截圖存證 雙方各說各話 但警專若鎮揚網軍 還要用公堂打官司 實在讓人民觀感不佳 環新維園拿劉俊男台北報導